至今十点不一样精选 带您来看 魁伟三十年主计总处 四月底公布了 2021年家庭财富分配状况 也印证贫富差距的确是拉大 有钱人跟穷人 光是消费支出就大大的不同 尤其从教育费用上 就有很大差异 走进超商挑选早餐 张先生身为保险业务 工作地点和时间都很弹性 找个空档就解决一餐 大概在外面吃饭的时间比较多 大概一个月是八千到一万块左右 然后再还要我去参加一些社团 去经营人脉的部分 那其实大概会花我一个月 三千多块左右 我其实保险我是蛮看重的 所以我其实大概一个月 也是花到三到四千块左右 那我自己有去做一些理财的部分 从生活必须的开销 再到工作上的经营甚至理财 其实还有多余的开销 可以让我去买一些衣服 甚至可能出国玩 然后还有跟朋友一起去唱歌 其实这些都还是可以有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能要买车 或者像结婚这一些 那我可能开销 再压低一点会比较好 我觉得要到五成左右 那我剩余的钱全部存下来 其实可以为未来很多的事情 去做规划 谈到组织家庭 所需的开销 又是另一回事 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点 当然希望必要支出的占比 可以更低 而睽違30年 主计总处在4月底 发布2021年家庭财富分配状况 发现随着经济发展 过去家庭三餐偏向自己料理 但现在每个家庭 在食品等基本生活采买明显减少 而医疗保健 餐厅旅游的支出却大幅增加 高低锁的家庭消费差距也扩大 高锁的家庭他们的开销 占总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五十 不过低锁的家庭 他们的钱却全部都花在 必要的生活开销里 而且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三 在前百分之二十家庭的 九大类家庭消费中 住宅家电等支出最高 再来最重视的是医疗保健 第三支出则是外出享用美食和旅游 占比百分之十四 另外交通以及通讯费用 合计百分之十二点六 不过最低百分之二十家庭支出中 光是住宅水电等支出 就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四 第二大生活消费是食品采买 占近百分之二十 光是食合住的需求就占半数 医疗保健百分之十八点二 餐厅用餐及旅游占约百分之十 但休闲文化却只剩下百分之三点二 他们能做大概就只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开源 一个是节流 那通常开源的做法 对这些家庭来讲 相信之下挑战比较大 很多都是非基础性的临时工作者 那再来他们可能本身有一些 就业上的一些障碍 那减少支出就必须要 斟酌的去打烈 为了节流就必须牺牲品质 甚至对孩子的栽培也无能为令 低所得家庭在教育费用上 平均只有两千一百六十七元 占整体消费支出百分之零点五 与前百分之二十家庭占比的 百分之四点二就差很大 针对低双户户内有民国105年之后 出生的儿童呢 我们配合中央推动儿校发展账户 那透过社工辅导每个月 储蓄五百到一千两百五十元的储蓄金 那中央会提供相对一比一的培育金 让他们能够未来就学就业做使用 那预计十八岁之后成年 他们最多可以领到五十四万元的基金 尤其在疫情期间 工作机会的减少冲击低锁的家庭 即便有些微的储蓄也用来熬过疫情 但疫情之后还有通膨问题要面对 疫情后我们这些需要 积极扶导的一些家庭 然后特别特放家庭 在数据上来看 整体的比例大概是有在增加百分之四五 本局从民国九十六年开始 也结合爱心供应厂商提供电脑补助的方案 那从九十二年到去年为止 总共有一万七千多户的家户受益 那我们今年更因应消费者物价指数 让这些低收入户购买电脑 从一万三提升补助到一万四 中低收入户从九千提高到一万元 既然难以改变贫富差距扩大 政府和社福单位也希望可以阻止贫穷世袭的发生 不论从教育上甚至培养专长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脱贫 TV月新闻和这样一些单子态报导 好 再来关注诈骗的话题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近期有一名女网友就发文怒轰说 台湾根本是诈骗天堂 因为他的父亲误入股票操盘的LINE社群 不断被诱导投资 甚至连三千万房产都被洗脑变卖兑现 今天要汇多少 两百万啦 土地不是都开支票难汇的 一汇就是上百万元 银行行员发觉不对劲 找来远景帮忙 一查才发现男子在网路上认识一名女子 想要买土地 要求协助汇两百万元 就算远景到场 男子还是深信自己不是遇上诈骗 不听劝人就跑掉了 没想到男子二度回到银行 坚持还是要汇钱 最后只好找来女儿劝说 才避免这场假交友诈骗的交易 事发在今年三月 即便这种老套的交友诈骗手法 还是有不少人上当 更不用说投资诈欺 变成诈骗类型的第一名 你跟他加了好友之后 他会再介绍你秘书跟你聊 然后之后他就会推荐他们的 诈骗的APP投资软体 那当然那都是虚假的投资软体 那他会说这个是 那个名人先聚集资金 投资的那个布局计算结果 所以跟你大盘看到的那个数值是不一样的 老师精心的布局 所以为了避免被割韭菜 所以不可以告诉他人 近期有一名女网友分享父亲被诈骗的经历 内文提到76岁理性男子 今年1月和女网友认识 接着两人聊天 对方慢慢取得男子信任 又要求理性男子加入赖群组 还推荐一款投资软体 过程中不断洗脑诱骗投资 对方框称有赚钱 而且只要付1600万元 就能赎回4000万这些所赢来的钱 但理性男子没那么多钱 对方又说可以把房子过户给一位吴先生 一年内只要付1600万就能买回房子 没想到过户之后 对方把房子拿去银行贷款1600万 诈骗集团等于骗走房子 还骗走了千万现金 让老翁女儿气得直呼 台湾根本是诈骗天堂 而警方也已经锁定 涉案男子持续追查车手 还有资金流向 应该说是这么讲 因为年长者大部分 很多都是自己 就是自己住啦 就独居老人居多 所以他们比较少会接触 这些反诈骗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然后像诈骗情况 他们都是针对这些年长者 因为他们可能长辈就是判断能力 比较不那么清楚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财产也比较多 所以成为上面集团 他们眼中的对象 然后所以上面集团有可能 就是乱枪打鸟的概念 纵观诈骗类型 投资诈漆最多就占了三成 再来是解除分歧的方式 也占了23.31% 另外网拍购物类型 也有超过一成 而若是单看65岁以上长者 碰上投资诈漆的案例 就达到46.5% 更容易成为诈骗集团 眼中的肥羊 尤其投资诈漆件数逐年暴增 从2019年1894件 到了2022年6542件 去年更是破万件 其中有5331人 都是65岁以上的民政 平均一天有14.6名 长者受害 不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不管是我们的政府单位 或是民间团体 都还在做一些防诈的宣导 可是可以知道 其实现在防诈 就是诈骗的金额 是年年还是在增加的 所以希望我们还是可以 运用更多元的方式 特领的房金融剥削的桌游 叫做富足人生 我们就希望透过桌游的方式 让长辈在玩乐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学习一些高领的 房金融剥削的相关的一些智能 通常我们就是会协助 陪同里长一起召开一些资案汇报 然后我们会利用那个时间点 就是宣导很多案例 播放一些短片给老 就是长辈看 因为长辈 比较会接触到的类型 就是属于我们那种假投资那种 或者是假检警 就是伪装神师说 自己的孙子或怎么样 特别是瞄准高领者获取资讯的管道有限 再加上弱势独居长者的孤独感 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趁虚而入 因此防诈宣导也得跟上诈骗新手法 避免再有更多人步入陷阱 提北新闻 肖明镇周游轩台北报道 AI时代来临 从AIPC手机 现在要拓展到AI人型机器人 在这一波的浪潮当中 台湾的供应链也有机会抢得先机 包括了感测器 驱动器 伺服器马达 减速机等等 台湾都有完整的供应链 将产品夹起来 再放到镜头前扫描一遍 接着就能做产品的分析 将NG商品放一边 这样单一却又需要技术的工作 交给他准没错 如果收集所有的 每个角度的一个资讯 那他会去侦测说他的瑕疵 那收集好了 工件的资讯之后 他会去判断 他是OK或是NG的 那他会放在他定点位置上面 这台机器手臂 现在已经落地 应用在工厂端 主要是用来做商品的瑕疵检测 而且只要人靠近 他其实也会有智慧感应 就会避开 而现在要检查商品的良率 就是透过AI的传输 就能够判断商品有没有瑕疵 而主要就可以提升 整个产线的良率 AI瑕疵检测方案 以及能源监控管理系统 透过AI不仅达成 智慧化产线目标 也能把产线带往ESG 倒入AI的辨识 也解决了人力 可能产生的误差 这样的机器手臂智慧化 早已经在工厂实现 而接下来更要进入到 机器人时代 我尽量的尺寸 我们有朋友来与我们 未来的工人和工智能 是在这里的 智慧智慧化产线 再次强调AI 下一波浪潮式物理AI 懂得很多物理定律的AI 可以融入人群中工作的AI 正式步入人形机器人时代 而其中自主移动机器人 视觉辨识合作厂商 就在台湾 吸取物件精准放入盒中 这台机器手臂的一大亮点 视觉智能取放系统 用的也是回答 Isaac自主机器平台 包括软体硬体 相当于是虚拟世界的 机器人模拟器 这边使用的是我们的AQPIC 的一套软体 它是整合了手臂 以及相机 以及整个NVIDIA的E-SEC的平台 我们优化了它的演算法的部分 可以让整个路径更顺畅 然后速度也提升 人形机器人这一块 那我们有很多 跟这个回答的一些合作 那包含了我们利用他们这一次 所谓一个Isaac的 一个运动加速平台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大幅度的缩减 客户的一个生产效率 因为他们是用了很多的 生成事业去做模拟 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 我们所谓的一个快速学习 来达到客户缩短 导入时间这样的一个成效 透过各种不同的3D相机 结合AI导影机器人 在不影响周期时间的情况下 能够执行高精度操作 提高工作效率 像是工厂内分检 和物流中心的订单拣选 都是应用场域 有所谓的运动模拟平台 那它实际上最主要是 解决掉传统很多的teaching 就是你需要做很多 教导的一个模式 它在A到B点 甚至说在一个surface 它要去算一个平面 算最佳化路径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这种 几千万兆次的运算模拟下 算出一个最好的路径 所以我们客户实际导入 这样一个技术之后 它可以有可能10到20%的 一个效率的提升 根据Digitimes报告显示 随着人工智慧不断突破 未来5到10年内 人型机器人市场将出现爆炸性成长 预估2035年产值来到260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8388亿元 高盛也预测2035年 全球人型机器人的出货量 将达到140万台 而这一波人型机器人的浪潮中 台厂供应链 红枕 所罗门 广民 华汉 上银 台达电 台湾精锐都如烈 其实我们群聚的效果 其实非常的强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感测器 到驱动元件 到马达 到解速器等等 其实是非常的完整 这些厂商 它即便是做关键的零组件 但是它也是要必须 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前进 所以我们看到 比较多是整机的厂商 它就会跟AI来做一个整合 那我们认为像是嗅觉 像是触觉 其实都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就会带到它 上游感测器的一个发展 台厂在感测器 驱动器 四伏 马达等等都占有优势 在人型机器人时代中 台湾也不会缺席 TBV新闻 于心海洛军台北采访不懂 近零碳排的趋势之下 电动车已经不稀奇了 商用车像是巴士 也已经向电动车前进 但载货的货卡 台湾还没开始起步 不过商用车集团 引进轻型的电动卡车 作为城市配送 物流最后一里路的工具 五顏六色的卡车 吸引目光 粉红色烤漆 巴比风的水泥浴瓣车 扭转卡车阳刚印象 重型脱掉车 大货车 还有主打零排放 跟进减碳趋势的电动卡车 另外不说不会特别想到 垃圾车也是卡车的一种 我们来到日本国内 最大的商用车展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商用车 琳琅满目 但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要来开箱 要在台湾上市 全台第一辆五顿 及8.55顿的电动轻型卡车 台湾大街小巷 未来要出现电动垃圾车 是可预见的 从外观和性能来看 电卡和传统卡车 没有不同 台湾已有数万辆纯电车上路 但商用领域才刚起步 业者导入电动卡车 开启企业物流业者 零碳运输转型的契机 然而对需求者而言 成本是买入电卡的关键考量 今まで通りディーゼルを 運転していたのでは 脱炭素化ができません そうすると どんどん燃費の低い車を 買うんですけども 燃費を低くするためには コストも上がります そういった車は 決して安くはならない 中でこれから電池の 開発が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く中で 電池は車の数が増えていけば どんどんこれは安くなります そういう意味で 片っぽはコストが必ずしも上がらない 与茶油車相比 電動車目前在价格上 雖沒絕對優勢 但却是近零碳排政策下的 解決方案 安全性也受到層層把關 来到日本总公司 業者带我们进到 負責品管的实验室 例えば 你去血液検証 基本上 在科学中 他们確認血液 各種不同精密儀器 透過显微鏡或3D掃描 檢視車用零件 日本人注重 細節的職人精神 小到一顆螺絲 都沒有容錯率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電動卡車 位於川崎的工廠 這邊是一個品管中心 對於車輛而言 每一個零件的品質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對於品質 它們有很嚴密的把關 品質的確認 產品的研發 最終還是要回應顧客最關心的充電 里程焦慮 輕型電動卡車的定位 在於配送鏈的最後一里路 充電6到10小時 城市移動一整天 不是問題 至於購入成本 以日本為例 政府提供三分之二補助金 已持續第三年 今年就編列四百億日元預算 加上地方政府額外補助 減輕使用者負擔 政府補助方案會是重點 根據預測 2024年全球電動卡車市場規模 預計四百一十六點七億美元 2029年達到一千兩百八十二點六億美元 複合年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五點二一 台灣進入清型純電貨卡元年 車廂試水溫 擴大商用車布局 TVBS新聞陳友祥 王浩宇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再來看地中海飲食跟北欧飲食 您知道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都是以植物為基底的健康飲食 不過在油脂跟食材的選擇上 會有些微的不同 一起來看看 根據研究 德書飲食有助於降低高血壓 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全民視對抗高血壓的飲食方法 重點在於增加膳食纖維 優質蛋白質 不飽和脂肪酸和甲離子 鎂離子 鈣離子的攝取 並且減少飽和脂肪酸的攝取 首先在澱粉類的部分 至少三分之二的分量 要選用全骨類來取代精致骨類 例如糙米 燕麥片和全麥麵包 有助於改善胰島素的敏感性 和穩定血糖 其次 每天至少要吃 四到五份的蔬菜和水果 有助於控制血壓 每天可以喝兩到三杯的低汁 或脫汁牛奶 是鈣離子和維生素D的良好來源 有助於骨骼健康 蛋白質的部分 建議以豆類製品 魚肉 雞蛋 和不帶皮的加禽類為主 避免紅肉的攝取 這些食物提供必要的蛋白質來源 同時可以避免攝取過多的飽和脂肪 地中海飲食和北歐飲食 都是以植物為基底的健康飲食 但在油脂和食材的選擇上 有些微不同 地中海飲食主要是食用橄欖油 強調多吃蔬菜 水果 全穀物 魚類 低脂乳製品 以及各種植物蛋白 並減少紅肉和加工肉的攝取 而北歐飲食則主要是使用芥花油 強調多吃莓果 根青類蔬菜 黑麥 燕麥等全穀物 發酵乳製品和魚類 並增加豆類攝取 地中海飲食或是北歐飲食法 對我們的一個血糖 血脂 還有這個尿酸 甚至減重都有幫助 那民眾在這個食物的選擇上 盡量可以截取就是這兩種飲食法的一些特色 然後融合在地的因素 那是一個比較可行的一個做法 像澱粉的選擇上 我們就可以盡量減少精緻澱粉 那在這個白米飯可以搭配一些全穀雜糧 譬如說糙米或是藝人 藝麥 這些都可以配合這個白米飯當中來食用 地中海飲食和北歐飲食都偏好選用當季在地的食材 考量到文化傳統 可持續性和環境保護 雖然北歐飲食對於健康的影響 不像地中海飲食已經被大量研究 但仍有文献顯示 北歐飲食有助於降低糖尿病和中風的風險 可能具有與地中海飲食相似的健康注意 因此我認為兩種飲食 都可以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北歐的飲食有好的油脂 有好的蛋白質 也有好的纖維素 這會讓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它會讓我們有一些 減少阿滋海默症 減少動脈硬化 減少黃斑部的病變 以及讓我們的腸道 保持健康不便祕之外 還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保持減重血糖的恆定 要選擇低鈉的食品 減少鹽巴的使用 多使用天然的香料來調味 有助於穩定血壓 每天鈉離子的攝取量應該要少於2300毫克 最後我們需要限制含糖飲料和甜食的攝取 減少酒精紅肉和加工肉類的攝取 現在還有一種飲食 叫做以沖繩為基底的北歐飲食 這種飲食比單純的北歐飲食 更強調限制糖、鹽、紅肉和高脂乳製品的攝取 蛋白質和纖維質的含量會略高於北歐飲食 碳水化合物則略低於北歐飲食 且熱量更低 兩種飲食都有助於改善體重、血糖和血脂 但以沖繩為基底的北歐飲食 再降低觸發炎細胞因子 和改善亞洲健康狀況的效果更顯著 專家提醒不論是德蘇飲食、地中海飲食或北歐飲食 民眾選擇哪一種飲食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健康狀況 飲食偏好和生活方式 重點是保持均衡、多樣化的飲食 並配合適當的運動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TVBS新聞 焦漢文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